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这四本地藏菩萨描绘本完成不了 爷爷在地狱待一千年才能出来 一 我从小比较喜欢宗教 小时候就特别相信有阴曹地府 在未接触佛法之前 对佛教的大概理解也只是教人向善 但是真正接触佛法以后 觉得佛法太妙了 像发现了一个宇宙的奥秘 打开新世界 我从小和爷爷感情好 爷爷是一个特别爱自己做饭的人 特别喜欢做鱼 尤其是特别小的小鱼和虾米 还有我小时候自己家养鸡 就为了吃着方便 阿弥陀佛 罪过 爷爷之前就有心脏病和高血压 所以经常会犯病 但是每次还都能平安度过 可能是前几世积累的福报太大 自从接触到佛法以后 知道杀生果报很严重 我就特别为爷爷担心 担心他以后去世 不能去到好的地方 担心他落入地狱受苦 而且去世的一年多以前 爷爷一直在床上 整个人特别的瘦 基本上不能行走 也说不好是哪里的问题 也去过医院 医院说人太老了 器官衰竭 治疗也没太大意义 每次回家看出他那么受罪 都很难过 所以每次回家心情都不好 自从爷爷去世以后 我就在想 怎么才能救他 免受地狱之苦 于是我就在天悦明方 请了四本地藏菩萨描绘画本 和一本地藏菩萨本愿经 想着尽量在爷爷去世的 四十九天之内为他做点功德 二 我是一个有拖延症的人 虽然把画本和经书请回来 也是特别懒散 没有说具体的 在四十九天之内 要完成多少 前期速度很慢 基本上按这个速度 连四本地藏王菩萨描绘本 都完成不了 然后就心想 能完成多少是多少吧 奇怪的是 就在那几天 我做了一个梦 是关于爷爷的 梦到爷爷在一间 老房子的炕上接手 好像还是不能走 但是已经能坐起来了 当时还有姑姑和姑姑的女儿 也就是我表姐 算上我一共是四个人 在这个屋子里 突然我姑姑就哭了 和我爷爷和我说话 具体的对话记不起来了 大体意思就是说 什么功德都没为我爷爷做 爷爷死后可怎么办啊 哭得特别伤心 我就说没事 我已经替我爷爷 向寺庙捐了三千元了 我在我爷爷去世的当天 向阿玉王古寺 建设立宝塔 捐了三千元 然后我表姐就对我说 如果四本地藏王菩萨描绘 本完成不了 爷爷就只能在地狱待一千年 才能出来 三 自从做了这个梦以后 我就每天抽出 大部分时间去描绘 又隔了一段时间 又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爷爷 要把房子卖了 梦里可能是他要走 还带人来看房 又隔了一段时间 梦到一大帮人 包括我去我爷爷那去做客 我爷爷就给我们端茶 此时爷爷是能正常行走了 梦里我转头的时候 看到爷爷脸色是灰黑色的 是很愁苦的表情 又隔一段时间 又做了一个梦 当时我应该是正在画第三本了 而且距离爷爷去世 也已经差不多快到四十天了 此时时间很紧迫 剩下的一本恐怕时间不太够了 梦的内容是 爷爷坐在院子里喝茶 我和爸爸妈妈摘了一些 类似于葫芦还是南瓜的 分别让爷爷挑 爷爷最后挑了爸爸的那一对 果然还是和爸爸的感情深 因为我爸爸对爷爷很好 起码是孝顺的 梦里的爷爷给我感觉是很悠闲的 起码心情很好 到第四十七天的时候 我还有差不多三十多幅的地藏王菩萨圣像 还没有描绘完 可是我还要上班 如果再多出一天 我也许就可以完成四本菩萨画像了 于是我就想和同事导个班 让我多休一天 一开始同事说有事 不能替我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当时就觉得同事会和我导班 第二天同事说可以替我上班 这样我就无形当中多了一天 当时在第四十九天的晚上十二点 我还剩最后一幅的 维陀尊天菩萨圣像还没有描绘 但是虽然过了四十九天 我还是继续描绘 终于在爷爷去世的第五十天 凌晨一点半完成了全部的菩萨圣像描绘本 之前我担心不能按期完成 所以我还替我爷爷注印了一些经书 包括妙法莲华金武士本 地藏菩萨圣像四百本 注印功德也回向给了爷爷 在爷爷去世的第五十多天左右 中午睡觉做了一个梦 梦到爷爷的颜色特别白 是那种特别通透的白 而且特别高兴 很爱笑 他和我说他要走了投胎做人 下辈子是一个生活比较富足的人 自从画完四本地藏王菩萨圣像描绘本以后 我自己也有很大的改变 我一直都很相信佛法 但是业障中经常对佛菩萨起恶念 稍微有一点不高兴 我就会怨恨佛菩萨 其实当这种念头起来的时候 我知道是不对的 但是就是制止不了 曾经我特别酷恼 生怕自己犯了大罪 但是描绘完这四本地藏菩萨圣像之后 这种念头几乎没有了 感谢佛法 感恩顶礼十方一切诸佛菩萨摩赫萨 童子以支架画地藏菩萨像 延寿五十年寿命 宋朝 开宝寺的士惠温 有一位侍奉他的童子 不知姓名 十四岁那年 有个看向的人叫建真 见到这个童子说 这个孩子寿命最短 残余的寿命只剩一个月而已 惠温法师听了建真的说法 就让童子回到他亲人的家里 当时降下大雨 来往道路不通 就投诉在一位画师家里 童子看到画师正在绘画地藏菩萨像 就自己以手指甲 也学着画像在墙壁上 天晴雨静 然后回家 一个月后 还回到开宝寺 绘温法师非常欢喜 自语说 建真说的是空话 立即请建真来见童子 建真看后说 这个孩子延长寿命 将活到五十岁 实在不明白原因 童子自己说 我以支架画地藏菩萨像 当天晚上梦见有一位出家僧 和我同卧并互相言谈 对我说 你五十 你五十 如此再三高呼 除此外 我没有做其余的善事 法师和建真 都感叹说 胜利不可思议啊 后来童子出家拒戒 就是会葬法师 出自万星转絮藏经之 地藏菩萨相灵宴记 地藏经云 若未来是 有善男子善女人 欲求现在 未来百千万亿等愿 百千万亿等事 但当皈依占理 供养赞叹 地藏形象 如是所愿所求 西街成就 赴愿地藏菩萨 举大慈悲 永拥护我 世人于睡梦中 极得菩萨摩顶受祭 故造地藏相的功德利益 非常殊胜 可以超度冤亲债主 堕胎婴儿 超度祖先 也可以消除业障 求婚姻求子 求事业 求修行增上 福慧增长 肃正佛果 这都是地藏菩萨的 宏大的功德和誓愿所致 故能有求必应 如果因缘条件具足 一定要发心 用金银铜铁石等多造佛像 多造地藏菩萨圣像 观世音菩萨等圣像 如果暂时没有造像因缘 请多多发心描画圣像 描画圣像功德同样不可思议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